你 赶紧进去 你这孩子 真是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这刚生完孩子 就着急出院 这女人坐月子 是最讲究的 你万一落下什么病 你将来怎么办 妈 你别说了 不哭 不哭 能不能让她别哭了 这刚生下来的孩子 她不哭就不正常了 还怕别人听见呀 你说你这孩子 从小就倔 可生孩子这么大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爸 就别说了 我这坐月子的吃的 什么都没准备 我现在去买些 红枣呀 小米 我买个鸡 给你包包汤补补身子 看着孩子 看着孩子 宝宝 宝宝 你知不知道 你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了 我给不了你好的事 糊涂啊你 我还疼不疼啊 妈呀 妈呀 周姐 不要不认喝这么多酒啊 你也行吗 妈 我回来了 这怎么有个孩子啊 你 你们怎么来了 妈 这孩子哪儿来的呀 雨昕 就这么走了吗 可怜的女儿 妈 你别愣着 孩子从哪儿来的 说话呀 这个孩子 是捡的 我刚才睡觉 我听到外面好像有小孩的哭声 我出去一看 不知道什么人 把这孩子就放在我们家门口呢 我看他又哭又闹可怜的 就抱回来了 现在愁得 不知道怎么办呢 这父母也太狠心了吧 这么小的孩子 说扔就扔了 真可怜 孩子真是你捡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这是什么呀 鸡汤啊 你大早你熬鸡汤干什么 这 这不是 这 给 给孩子喝呢吧 给孩子喝 他这么小不能喝鸡汤 这么油腻力的东西 他怎么喝得下去啊 是 这不着急吗 就他 没事 他这不熬了 果果还能喝呢吗 他这两天看店也辛苦 玉玉 我怎么看着你今天怪怪的 他累了这两天 老师 你看看多可爱 玩玩 那么熟悉了 非得要送我 你难得来坐我这里吗 行了 行了 就送到这儿吧 我还是觉得你今天怪怪的 走了 慢走啊 秀华 EE群 雨昕 UI 就这孩子跑哪去了吗你 我 雨昕啊 你这刚生完孩子 你说你身体这么湿 你要落下病 可怎么办呀 雨昕 可怜的雨昕 大家说啊 这女人结婚 怀孕的时候 才能过几天好日子 剩下就是一辈子的操劳了 可是你呢 一天好日子都没过 就这么糊里糊涂地 把孩子生了你 妈 你忘了了吧 没必要为了我这儿 让人流泪 更不要觉得我可怜 令你的怨恨 不是个好女儿 对不起啊 我走了以后 希望能身体健康 好好生活 再见 你看这孩子 长得真好看 他的爸爸妈妈 应该也很漂亮吧 仔细看看 跟我们雨昕长得还挺像 可这孩子的爸爸是谁呢 您跟谁带雨昕呢 您刚刚说雨昕 是不是张雨昕啊 难道是她呢 人长得倒是挺斯文的 可看上去一脸哭笑的 雨昕怎么会跟这样的人生孩子 我们雨昕真是迷苦啊 我们雨昕真是迷苦啊 她太可爱了 我都舍不得离开她了 这样吧 一会儿啊 你就在家看孩子 我呢 请回那店帮忙 看什么呀 下午就把她送到福利院去 安安 要不这样吧 妈 下午 我跟你一起去 然后给她准备点衣服啊 什么的 你卖完卖卖 就回来咱们一起去啊 你一定要等我啊 放心 赶紧去吧 那你照顾好她啊 孩子啊 对不起 咱们两个没缘分 外婆也是没办法 为了你妈好 成功 外婆只能把你送走了 来 我不会只能把你送走了 你需要交到我